有人想問快手1024 阿吉卡 90元持住者1024 如果這次進不了恆子成分股的話 怎麼做好 如果進到又怎麼做好呢 我想進不了和進到 其實分別都不大 剛才也說了 進不進其實只是短線炒了 就算進到 你覺得很多資金願意繼續追進快手裡嗎 因為始終我想長遠有沒有再升 其實都要看本身股份 或者它的行業的基本面 如果你以下行業的基本面 都是那樣的監管 加上快手 本身在視頻相關學業的規管更加不會少 連帶來自己都沒有一個很穩定很強的營運能力 所以其實我覺得長遠資金再選下去 未必會這麼快 所以就算真的驗到藍也好 我覺得都未必說真的這麼長期炒作 但是如果以短期的走勢來說 其實快手近期算是好一點的 雖然我自己就對它一般 但理論其實走勢近期不算差 因為一來 當然你不要看上次初段的幾百元 打下來那一刻 那一刻我想就真的拋棄了它 但是你看到近幾個月 例如去年八九月開始 其實去到這一刻 都是屬於一個比較大的環區 大概六十多元到110元左右 那在走四十元的範圍 走了都差不多半年左右的時間 那現在仍然是 那現在其實近期走一走一走一來 一來靠近區間的上方 而二來都是慢慢站穩到所有平均線的樓上的 那其實短期的走勢呢 快手是有改善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貨的 可以看著它 靠近區間頂八一元 看看能否破到 如果不能破到才能在那些位置 做一些短期的食股 但是如果破到當然 繼續就可能 以整個區間 看回八四元附近 但是這些是比較中善一點的 但是如果真的要再去高一點 我想就難一點的 所以比較這刻 我自己傾向就 寧願看過技術走勢 會是關鍵度 關鍵度會高一點 就是說要不掩納什麼東西呢 我自己覺得始終都是一些 比較短暫性炒作為主 GIVEC 切橫 切橫 切橫